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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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 我们请这位藏友来揭晓 来 掌声游戏的藏友 邹欢 谁说的烟灰缸刚才 你们家用这么大的烟灰缸 我呢 觉得这是我们那个早期的一件青池 一个盘子 你觉得还是盘子 对 因为我家呢 每分过年过节呢 是当那个水果当逼盘的 装水果 对 是家里祖床的 有传下来的 对 邹女士家把它当水果盘用 刚才有人说它是烟灰缸 我觉得不是点蜡烛的吧 烛台 是那个上面放个东西啊 一个底座 上面应该还在放一个 是个底座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新的 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 没见过 讲不及个名字来 来 酒 这件瓶器是我们寻宝以来啊 最有趣味的一件瓶器 大家的对它的用途 各种想法 这个气型的很大 首先我们先看看它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从这个柚子看 柚子发青 发绿 而且又开片 而且显得很老旧 应该是一个古老的东西 这个东西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密笛 很快揭晓 把它翻过来 这个气型呢 我们称为叫 碧庸 宴台 宴台 这个宴台为什么叫碧庸宴呢 史书记载 就是周代的 周天子讲学的 那个地方叫碧庸 所以碧庸宴呢 就模仿碧庸的造型的 那个台子做的 这个的宴台呢 流行在北朝南朝时期 一直到隋在 都有这样 我们看这个台呢 是一种灰台 上面有着 有深有浅的 这种玄靴的痕迹 同时我们又看到 这圆圈的这个外圈呢 有地方进去了 有地方出来了 这就是老的瓷器里面 制度当中 经常出现的 一种礼出 外进的 自然的一种状况 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 这是最大的 南北朝时期的 所以说 最好把它能够捐献给国家的博物馆 叫大家来欣赏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确实是 打算 来 找深有点 这位藏友 狐沙 这真是大 大算 这是我们宜春本地大算 蒜苗上面 还铺着三只小只 神机妙算 神机妙算 对 诸葛亮用过的吧 神机妙算 这么大的算 这只三个诸葛亮的 三只神机 这个宝贝是我跟我爱人结婚的那一年 去广州度蜜月的时候 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的 我老公说 想把它作为蜜月旅行的礼物送给我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别人把老公送给老婆 都是经营首饰啊 你就送一个大算给我 你说我心里能高兴吗 然后他说 平时我们俩拌拌嘴啊 吵吵架呀 摸摸他看看他 算了算了 就化解矛盾了 我觉得你老公更有心了 这是翡翠的 那买的时候 他看是五万元 五万 我买回去绝对值了 现在那个真大算 价格不是节节攀升吗 我想我这个也得翻个跟斗吧 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帮你算算 好一个神机妙算 所以我觉得你老公也是神机妙算的 他都算到以后大算会大涨 他说算你很 翡翠呢 他也是所有我们贵重御实力 比重巨大的 所以手感呢 特别的沉重 但是天然翡翠用来表达 大蒜这个题材的 确实非常少见 它是一件多色的翡翠 也是一个巧色的作品 它有豆青色 有黄色 还有绿色 从颜色上 它是一个淡色 一个浓色的对比 大家可以发现这大蒜的主体部分 它是哑光的 那么这个黄色的部分 包括小鸡的部分 它都是高光的 它是一种厚实 着补与灵巧生动的对比 因为这里三只小鸡 非常的灵动 非常的生活 但是最打动我的 反而是这里有一道天然的柳裂 一般的来说 我们的玉雕是 无柳不作花 是吗 碰到柳裂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去遮盖它 但是这位创作者 他不仅保留它 完整保留它 而且把它处理在 这个作品正前边 让我们感觉到 好像是在收获的时候 不小心锄头给它碰伤了 增添了生活的情趣 那么它敢于在破缺中 寻找这种天然的神韵 那么也是佩服这个创作者 它的这种胆识和匠心 非常好的 一件天然翡翠的神迹妙算 非常好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值多少钱 我感觉到你这件作品 它的这种在处理的手法上 应该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包括现在这些年 翡翠的这种升值 你刚才五万块买的 太值了 六到八倍 谢谢 这件东西呢 我得来是当了一个不孝之子 我明明拿四万块钱 给我母亲 父母亲到乡下买开地 整理做房子 但我呢 看到有一个人 他有一批东西 这件东西买到的时候 当时他是装了一坛子 姜 生姜 我讲一二 他讲 人家出了某多某多钱 我讲比他多一点 买不卖 马上就搞定 这个罐子呢 画的是花鸟 从这个绘画来看 它是根据古代的 这种传统画面来画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画的材料上 分析 你看口言的这些材料 粉的 还有这红的 这种材料呢 应该属于 这些年新提炼的一种新材料 同时绘画 我们看这些花鸟的画得都很死板 不够生动 这东西是应该说 是你买错了 是个新的 这个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件东西百分百的最确实 这件东西我认为百分百的最确实 因为这个 这个款啊 这个底画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民谣器官谣款 官谣拿这么多中研嘛 我下次拿两个官谣给你看看 这件东西是我最好的一件东西 我肯定有点不理解他们那个 觉得我有点受委屈了 这是乾隆官谣的粉彩发菇 价值一百八十万的精美发菇 为何不被大家看好 能不能退回去 不能退 但是底仗来的 回到了 一百八做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 这件宝贝呢 是我朋友的 因为我朋友他是做生意的 是别人抵账给他的 当时呢 人家是从开卖行 一百八十万拍卖过来的 当时他也很不乐意 因为不玩这个收藏嘛 给了一百五十万 乾隆官谣的这个粉彩花菇 那你还知道一些啊 这个花菇呢 属于佛前的贡器 五贡之一 往往是两个这样的花菇 和两个竹台 中间是一个香炉 这叫五贡 这个花菇呢 它有款 是红彩传书的一行 大清乾隆年制 它这个粉彩画在什么呢 画在红珊瑚地上 这个珊瑚红我们看 它比较云近 这个绿的绿呢 非常淡雅 而且有一定的硬度 同时我们现在看 这个装饰方法呢 从上到下 有十二层的 这种装饰的 不同内容的花纹 这个也确实装饰的 非常华丽 画的是蝉之花 托八吉祥 就是八宝 画得非常细致 而且有层次 摸在手上 感觉好像凸起来的 立体感 这一点呢 我们觉得和仿品不同 同时呢 再看这个口部 这个金 涂了一圈金 这个金呢 就好像金箔贴在上面 很厚 颜色发赤红色 就纯金的 这一点确实也是 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 现在仿的基本都是化学金 不舍得用纯金 所以这点来看 这件东西 应该是个真东西 谢谢 2011年的秋季拍卖 和它是一模一样的一个 拍了184万 那我快要值了 来掌声有请这位汤友 吴婷 漂亮的炉子 撒金炉 是你买的吗 不是 我爸爸呢 爱好收藏 平时呢 他有些积蓄就用来买古丸 这是去年 他在老表手上买到的 花了多少 我爸爸花了8万块 这是哪个时期的炉子 是宣德年吧 有款吗 大名宣德年制 你了解宣德炉吗 据说是这个宣德炉 他含金子特别的值钱 就是就连明末仿制的 好像现在都值十几万 但是我跟我妈妈不这么认为 就是因为我爸爸吧 他原来收藏的那些迷人字画 还有瓷器什么的 也请专家鉴定过 全是假的 没有一件真宝贝 我妈妈特别的生气 所以我懂了 你今儿来是跟你妈商量好 继续打击你爸的 对 就是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 那个老表不可能八万块钱 就能卖给我爸爸 我觉得这个事不靠谱 我觉得它是假的 你爸今儿在现场吗 没敢来 对你爸不满意的 你是不满意他收藏 还是他收藏的不严谨 还是乱花钱 就是乱花钱吧 原来买的没一件真宝贝 我妈妈管他也管不住 他有小金库 那假如这是假的 你回去怎么办 这次我跟我妈呢 就是想让他死了这条心 以后就不让他再收藏了 你同情你爸的 不能同情他 这是家里的银子 一般宣贝炉 它有钙 就钙跑了去了 而机缘真的也不会太高 你觉得如果是真的 你给他估个什么价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王老师先帮我们补一下 这个课吧 如果是一件真的 宣德年的宣德鲁 宣德鲁无价之宝 如果是一只真的 就无价之宝 对 首先我觉得 如果这个东西是个真的 就是卖家不可能 就是八万块钱 就卖给您父亲 要是我 打死我也不卖 当时他出的十万 我爸爸砍了八万 对啊 就是说他可能认为 不是什么特别有珍藏价值的东西吧 这件东西很漂亮 金光闪闪 愧好你爸爸没来 你爸爸如果来了以后 可能会昏过去 但是昏过去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真的 他昏过去了 一层意思是假的太晕倒了 对不对啊 两层意思 王老师 您别卖关子了好吗 您再不说我要昏倒了 这件东西造型非常别致 从铜质来看 这个是红铜 铜质也非常犀利 从他的匹克来讲 自然的一种褒浆 还有一个就是重度 不重不轻 所以说这件东西 它是一个清代中期 或者到晚期时候 仿造宣灯如造的 到至今为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珍贵的艺术珍品 这件东西好在什么地方 它的造型比较少 像这种长口炉 像一个大酒钟一样的 而且这个橡皮 三个腿 都非常有力 虚虚如生 非常好 说说你爸爸花了八万块钱 可以讲捡了个大漏 我现在心里特别的激动 回去跟你妈好商量 对你爸好点 对我爸爸收藏吧 他命中率太低了 一百件就是一件真的 所以我不是什么 就是愿意他收藏 那看他们俩怎么打算吧 你爸真不容易 这是一件青发山水人物 别口屏幕 这个上面这个云间 这个构图比较饱满 扁山进水 里面发了十个人物 也是喜喜如生 特别这个坎丝 云意顶密波谷 这好像是青初的一个唐号吧 这个瓶子的气形 这里出了一个尖 我们称叫云间 这种造型在青初是没有过的 康熙时也没有 顺芝也没有 这种造型最多见的就是清代道光时期 道光时期很多窦青幼的 经常有这种云间来做装饰 另外看这个青花的绘画 有点康熙的味道 但是这个青花的材料是漂浮的 不够深沉 那这种造型的造型 底下这个款 一有鼎玉博谷 马上想到了这种唐明款 实际上这是借用了 康熙时常见这种唐明款 来冒充是清代早期的 东西是个新的工艺品 我爱好古玩了 十五年时间了 本来这次呢 到医生来勤宝呢 拉了一件勤宝过来 希望这是一块金子 哪知道还是一罐子杀子 我儿子很喜欢买鱼 他就也收了很多鱼 我就是不放心 怕上账 我说拿来捐家给你们看一下 那他花多少钱买到的 这个大概可以保密吧 当然可以保密 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 在雕刻上面 它是双层的镂空雕刻 是有连年有鱼 另外两条鱼在一起 还有连生贵子的寓意 它就是一件和田玉的东西 但是本身的玉材 从颜色 从质地 从油润度来讲 都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从他的这个造型 和他的雕刻工艺来看 你看他雕刻的这个荷花 荷叶 都是大花大叶 如其是这两条鲑鱼 是雕得特别的肥美 而且利用了他这个色皮 是典型的明代的工艺 典型的明代工艺的 何天玉的一个雕刻品 因为明代的 它这个年玉的工艺 它是这种粗犷 厚实 不拘小节 所以古玩建赏家 也把它称之为初大名 镶成了一个 一个银锁的 一个这样的造型 那么从这个银锁的 这个造型来看 应该是后配的 包括下面坠的这几个 属于玉髓 玛瑙制的东西 也应该都是后期配的 但总体来讲 您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大概的市场的参考价值 是六万到八万元左右 谢谢 嫦娥 罗山娜 掌声有请 哎呦 这个尺寸还真不小 真漂亮 我怎么觉得 真的很像 不是嫦娥吗 这不是嫦娥 那它是 我们遗传还有一个有名的 美女 就是明月山下的 那位后来成了皇后 夏云姑 夏云姑 对 就是她 我这件宝贝呢 是我父亲 从她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朋友手中买下来了 曾山东先生的 曾山东 在收藏她的时候 别人就告诉她 这是夏云姑 没有没有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的 我觉得她是嫦娥 我觉得是夏云姑 因为嫦娥呢 它旁边有个玉兔啊 哦 这里也没有玉兔啊 对 这是有道理 对 这个有点像那个天女散花 跟个古典题材的那个 第三个人选出来了 看着很多花 我觉得很像林黛玉 黛玉藏花 一春的明月山下 曾经出过一个明月姑娘 也就是夏云姑 是众孝宗赵盛的皇后 这件雕塑品呢 大家联想到明月姑娘夏皇后 这是自然不过的 确实非常美 这可以说是一个公益大师的 真正的好的雕塑品 曾山东 他是曾龙生 这个雕塑大师的儿子 曾山东六岁 败了一场病 龙养了 所以他就是用心去学雕塑的 1959年 他和父亲共同创作了一件 千女散花的雌雕 放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青丽城市 确实这件东西非常的好 它是一种高温的色柚 像仿龙泉的一种粉青柚 来做装饰的 而且雕工非常细腻 特别这些花和脸部的表情 表现有内心的一种涵养 而且带着凤冠 应该是一个仙女的题材 可以叫天女散花了 也是他曾山东一生当中的最优秀的一个题材了 东西非常好 谢谢 能是否说大概的价格 提供一个价格你参考 2009年挨卖 有一件粉彩观音送子 这个雕像 曾经拍了 43万7千 谢谢 一件镶嵌精美的书桌 竟然有人出价 一千万元 这什么六百万一生 什么是黄花里的 那就是一千万 这就是清代黄花里说 它价值的稀有多宝 将这个上千万了 一千万我发现 你哪里了 我真的要 建订以后再说 建议以后再说 寻宝走技一冲 接下来更加精彩 大方多 来掌声的就是 就是唱友谢提勇 欢迎参加新宝 哎呦 谢先生今天是信心满满的 当你有人要出多少钱 给你买 一千万 一千万有人出价 您都没卖 我心里叫做 当时的六百万 他说他出一千万 我当时说 我说你买去吧 结果他就跑了 后来没看到了 都在海浅呢 这是什么材质的 谢先生 海蓝黄花里 海黄 这是当时到乡校去 看到人家家里 就是去年 在哪个家 在就在我们江西 就在宜城 我们万载 他堆一堆了个杂物在上面 我当时只看到边上那些 海蓝黄花里的 有些那个鬼脸文 我就说你这桌子卖不卖 他说四年 都没了 你花了多少钱 当时 七千块钱 七千块钱 他还叫我别退货 现在喜欢家具的人 他以为看见花梨发黄 就是黄花梨 反正不愧 七千块钱 买在家里当书座也不愧 这么漂亮的花龙 还有七丁八宝 应该是青草 青草 我看到你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我估计 那位卖给你的 那位他看到这期节目 应该会想哭的感觉 所以 你也支持这是真的 是的 因为我老公也是万载人 像这样的桌子 在他们老家 是建的很多 你说花七千块钱买 有点太贵了 还贵了 黄花梨还贵了吗 恐怕有看走眼的时候 我也觉得它不太可能是真的 因为我老家也是乡下马 我们也有那种八千桌 也是这种很老很老的 然后我也不觉得有这么值钱 上面也有这种文 找到这样 我觉得我们家里应该收藏起来 有请四位专家 谢谢我们四位专家 海南岛 黄花梨呢 它主要采用我们国家的海南岛 黄花梨因为它的这个材质的性能 极为稳定 一年四季 不管你刮风下雨下雪 还是太阳爆炸 它都不会变形 不会开裂 所以呢 用它制作的高档家具 在明清时期啊 受到了皇家和贵戚 或者狂热追捕 这种材质呢 到了清代中晚期以后 就资源就基本上已经出节了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你这件桌子吧 第一 它的材质比较粗松 它上面闻的这个中眼比较粗大 再一个呢 它这个没有油性 手锅上去很干涩 没有光子 它主要的是白酸枝 还有部分呢 就是我们民间所谓的桃花梨 谢谢人说它这有鬼脸啊 一般情况下 尤其是像这种硬木类 张结上它都有类似于鬼脸的东西 但是它的这个鬼脸 不是像真正的黄花梨的那种鬼脸 天然的木材的那种张结形 仔细看看有的地方有一点点的这个变形 它的做工呢 是两广地区的做工 就是广做的东西 它上面嵌螺垫 它中间是一个麒麟 两边各有一条翅笼 边上是嵌的梅花 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产品 其实除了螺垫以外 我们还有粉红色的那是嵌的珊瑚 从我个人的眼光来看 我觉得这个梅花呀 这个螺垫嵌的过于复杂 如果是浅浅的勾勒的话 可能会更美一些 孩子多少钱呢 这些块钱买的话呢 像这样的工艺呢 传对一两倍应该还是没问题 失忆了 他有些失忆了 都是心里想象的 太容易失忆了 可以 来 掌声有请这位参加刘真 我这段乖应该是我外婆留给我的 因为外公以前是织布的呀 在乡下织布的 然后就是外婆经常会拿布料 给那个乡下的卖货廊换一些东西 这个呢就是外婆拿两块布料换来的 就是之后呢 外公的那个织布生意呢 也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我外婆就认为 它是一件给大家带来 给我们家带来幸运的东西 那你了解就这个 本身这尊关于像它的年代呀 工艺你了解多少 这个我之前一直就把它当做一个很普通的瓷器来看的 就是前两天吧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去我家 就是看到了这个观音说 啊 你们家有个宝贝 我就说这怎么是个宝贝呢 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说背后有个款在这里 这个款的内容你研究过吗 我那朋友告诉我说是搏击鱼人 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 搏击鱼人好像是个人 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也没搞很清楚 这尊关音呢 应该是福建德化窑的 当然福建德化窑的历史烧造也很悠久 从宋代已经开始烧造 到了元代烧造的相当的精美 当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 带回去了这种德化窑的元代的瓷器 欧洲人称为这叫假玉器 这么雪白的这么好的 当然这个观音呢 它特别在哪里呢 是拿着一个提栏 里面一条鱼 下面踩着有水波纹 还有莲花 这个面相非常的美丽 慈祥 慈势非常的优美 这种造型的观音呢 像一个村夫的打扮 非常的和民间和世间亲近 所以说这个观音非常特殊的 秀老师请教这个搏击鱼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款是 搏击鱼人就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工匠 这个款呢 也是比较早的 在明代已经在德化窑的佛像中已经有了 但是到了清代仍然沿用这个款 这尊观音呢 我们从这个开启右面的感觉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清代中期的一个 观音的一个标项 它既然是清中期的 那它现在的市场价值大约有多少呢 在2011年的拍卖 有这么一尊 也是拿提栏的 标价是50到80万 点了个提 恭喜刘真 这藏品是我们家祖传的 因为觉得特别漂亮 感觉这个像那个喜鹊特别喜庆 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做那个装饰品 特意清洗了一下 然后上了一下那 是 我已经发觉到了 要上电视嘛 人也要化妆 鸟也要上蜡 上蜡了以后 它这种就是看起来很新 其实从它的这种品相 包括它底座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来 我们认为它是有一些年份的 但是呢 因为你给它上蜡以后 就感觉非常的新 已经破坏了它原有的这个氧化的包浆 所以以后老的东西尽量不要上蜡 还是用湿布擦一下 经常的把玩 会保持它的原有包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您这对非常可爱的鸟 它的名字叫兽代鸟 在我们古代传统中 它是一种吉祥鸟 而且它的颜色呢 是五颜六色的 它的寓意呢 就富贵荣华 福寿万代 也是我们瓷器 书画 包括雕塑的常用品 从我们的材质 光泽 以及手感 我们来判断 您这对兽代鸟 是由天然翡翠雕刻而成的 而且这个颜色呢 非常的丰富 有绿色 有蓝色 有紫色 还有一些红色的青斑 那么用这种多色的翡翠 来表现兽代鸟 也是非常合适的 它的这种造型非常的生动 这个领毛高昂 双翅收敛 唯语上翘 也是非常好的做工 虽然它雕刻非常细腻 但是也没有繁荣的感觉 总体来讲 这是一对非常好的 这是清末民国初的一对 翡翠的兽代鸟 一尊佛像 来掌声有请这位团友 李翔 你好李翔 你好 欢迎参加寻宝 这是家里是做生意 然后就十几年年 请了一祖福 保平安 残缘广进 今天带到现场 也保佑现场所有的朋友 谢谢 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对对 那这是哪个时期的呢 应该是这个清朝的吧 清朝的 人龙那个时候 我们遗孙号称是禅宗圣 对禅宗圣 所以说今天呢 我必须要把我们这个 我认为这个 可以代表我们禅宗圣地的 一尊佛像的 带出来和全国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粉彩的佛像 形制呢 我们称为阿弥陀佛 皆甲福座 有个莲花的底座在下面 而且这个莲花底座呢 是一种炉菌柚 身上呢 是酱柚 苗金 团龙 头部呢 是用的一种佛头青 也叫佛头蓝 仿那种清金石的那种颜色 当然清金石也是佛教里的宝 这个佛像我们看 它的年代够不够乾隆 我们认为 它下面的这个底座 这个卢君柚的表现 和乾隆时期有区别 乾隆的卢君柚 是一种很优秀的 一种低温的 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的 一种斑点组成的 是那种很鲜艳的色调 但是你这个卢君柚 我们一看 就是比较清淡 没有颜色的变化 应该不够乾隆 但是它绝不是新东西 从我们的苗金的金色来看 它是纯金 同时身上的这个脸部的 这个金水啊 描得非常厚 舍得用材料的 绘画也很精细 总体来看 应该属于晚清到民国的 也是个优秀的一个 佛教的一个艺术品 这是我家人在04年的时候 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上拍来的 当时拍来的价格是9万多 特别几年在网上查资料 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好像 城堡各地很多 有很多 然后大概的价格 都是在5万到8万之间 但是又有朋友说 这个东西可能大概要值80来万 所以家人就特别的困惑 说到底值多少 这个是一个绿龙罐 乾隆款的 当然这种绿龙罐呢 应该说是从清代乾隆时期 一直到晚清都在制作 而且呢 细形规格尺寸几乎一样 只是款不同而已 当时是作为就宫廷一个 陈设器的一般都有盖 这个盖是天盖地盖在上面 当然这个盖一般都丢失了 以这个呢 我们从底下胎体看 圈足和胎体交接没有诱的地方 出现了一种黄的色调 这是老的瓷器里面经常的现象 同时我们看这个右面 也是非常的光润 绘画也非常的细腻细致 实际上它的工艺方法 是一种斗彩形式 青花沟苗轮廓线 然后呢 在轮廓线里面填绿彩 这个龙纹的画法 沿用了明代万历时期的 龙纹的形象 细形液饱满 制作非常精细 应该是真的 那大概值多少呢 跟它有一样的这个绿龙罐 标价八十万 谢谢 这是某条关于是团队的 我心里大为是千万以上 中国你这个造型呢 独造团的 人带差不多 百百万的差不多 所以在上千万就挺好的 这个路线的东西 比较平的少 我看好它 是一轮的国宝 这叫观音谱的保护大家平衡 看谁 牵手观音 来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陈一辉 现场的观众好 前半观众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上面有 您看我们节目的每件藏品 你的名字 尺寸 然后有专家的估价 对 有成交价 对 陈老爷子 我应该代表 所有做收藏节目的人 深深地向您举一口 谢谢 真的 谢谢 陈老师 为什么今天要 单挑一件 牵手观音来参加寻宝啊 这种观音像 七神说大 见到的人 都说 呀 因为我不是成为的 我这个放在国务馆 不嫌小 拿那个 弓框一断 拿弹框一打 那是金币批房 您觉得这是哪个时期的 这个浮象 那个包奖好种 不是广潮的 我看是百分之百团带的 我记得好像唐朝的那个观音啊 它应该比较风云 我觉得这还偏瘦了 应该最起码来个两三层的双下吧 您刚才说 您这尊 木雕佛像是唐代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唐代的木雕观音 第一 它的照相比较的丰满 非常的富贵气 它当时所有的木雕照相 都是披灰大漆 彩绘 有没有描金呢 有 它的苗金就是现苗勾勒的 而不是这样整体溜金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刚才闻了一下 它是用香樟木雕的 那么手头呢 非常重 重代表什么呢 重代表这个木头啊 很湿 它做成这个佛像的年代啊 不久远 如果是唐代 唐代到现在 一千多年了 一千多年这个木头 它的中间应该是非常空的 一般我们见到 唐代的木雕的小的佛像 拿着手上就只有几两种 就像塑料泡沫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啊 一个人完全能拖起来 你几个人拿过来 这个重量就不对 那么从这几点我们来分析 你这件东西呢 是一个现代的 佛造像的一个工艺品 好 山老师 您是收藏节目的忠实观众了 我像您看了这么多年节目 我们节目中间这样的情 你也看到很多了 我相信你应该 没关系 没关系 掌声特别老大 淡定 谢谢 这是传说中的刘海戏金蝉吗 来掌声有请这位朋友 简秦华 给大家说说你这宝贝的来历 这是我99年在农村里 给我的机票买得了 当时是发了两万块钱 99年两万块 那个时候我们的农村的人讲 他我们那里有个三个脚的蛤蟆 三个脚的蛤蟆 我说三个脚的蛤蟆 到处是三个脚的蛤蟆 你没看过吗 我说不可能吧 我就跑过去看 青蛙又不像青蛙 赖蛤蟆不像赖蛤蟆 这个头啊 跟轮头要理 而且这个脚有点像 这个好少见 我说这个买吧 那个时候我也很穷的时候 我是借着钱买的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您这上面的是不是能拿下来 是 这是一个香薰 这是香薰炉 对吧 我个人对这个东西非常喜欢 你看那个人物的脸啊 栩栩如生 也非常的生动活泼 感觉他这个样子 好像是征服了这个蝉蜂一样的 这个蝉蜂的头像龙 龙是天子 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这是一个古代东西的话 在龙头上还有人 这就是 你天了 所以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 现代的艺造品 对 问你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想花两万块钱 叫它吐出两百万来 哎呦 这样的时候就遇到嫉妒呢 这件产品的名字确实叫 刘海洗金蝉 这个金蝉呢 按照我们民间的说法 就是 它是天宫中的一个灵物 能够吞吐金蝉 那么作为这个刘海呢 得道成仙以后 他就想办法把这个金蝉去调出来 让他吐出金蝉来周祭天下的众生 正因为他能给人们带来财富 所以民间一直把它作为准财神来供奉 这个金蝉 跟我们以往记得的金蝉 不太一样 过去我们的金蝉 都是四条腿 它是三条腿 实际上这件东西 是个明代早期的 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刘海洗金蝉的真品 为什么说是明代的呢 一个 它这个腿呢 比一般见到的刘海洗蝉的腿都高 这个高的 细高的 又像这个鹰的爪子这种样子的 应该是明代早期的 同时呢 这个蝉身上有火焰纹 因为明代崇尚火德 所以动物身上一定要带火焰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肯定有 重要的问题 不贪钱 大家都着急了 不贪钱 因为市场价格这种类型没有拍卖过 也确实不好估 说说说的 要前头啊 急顿 干脆不说吧 一件词起来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卢建辉 我这件藏品是 宜君第七 风城窑的 风城窑 对 它有1600多年历史 这个应该叫茶盏 我好喜欢这东西 你怎么得到的 我是八年前 在乡下淘宝淘出来的 您是这行的专业负吗 我不是 我是个农民 普通农民 因为现在是社会好 农田的时候就去搞点那种 打过打过 你搞了多少年 搞了十年吧 十年了 十年 就是我们当地的最好的特产 希望真的它是真品 然后能够代表这样一段历史和文化 我们来到宜春呢 就是想找我们这个地区的 最有名的洪洲瑶的东西 我们知道 景德镇烧造瓷西历史也悠久 而且呢 在宋代以后成为我们的瓷都 那么这个洪洲瑶的历史呢 要比它早一千年了 它是在东汉晚期已经开始烧造了 它就是以烧造清幼瓷西最有名 它的胎质呢 有它特点 是一种黄白色的 同时一看 这上下都刻的有连半纹 这个连半纹呢 就说明它的时代了 就是刚才它说的 一千六百年 是南朝的一套 清幼的刻连半纹的展脱 就是我们洪洲瑶的 是真东西 而且我们明显看到它是手工制作的 它在制作占右的时候 捏着这个足 这个足的首个五个手指头的 没有右的地方 刚好和五个手指头一样 这就当时手工制作的痕迹 这就是我们还原了它是一千六百年前的这个手工留下的痕迹 东西正常看 这个洪洲瑶南朝时期的代表作 我建议你把它 最好叫博物馆 构藏进去 这些东西 是我08年前 那个新加坡买回来的 花了8万 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啊 像球烟一样 它的漂亮很精细 是指引我们这样买下来的 知道翡翠是哪里产的吗 一个缅编的吧 对啊 那你跑到新加坡去买 什么 旅游 旅游 旅游的 旅游 这件宝物 它是一个翡翠的东西 所以翡翠的颜色是特别多的 那么这个翡翠的红色呢 它是后期形成的 所以红色的翡翠 它通常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都特别薄 第二个呢 它的红色呢 通常都会比较干 第三呢 这个红色翡翠 经常作为翘色作品 翘色作品也称为巧作 就是利用玉器 它本身的这个颜色的差异 因材诗意 造型上更加的生动和活泼 那您这件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 天然翡翠的一个巧作的作品 首先呢 这个红色的叶子 就是什么 红图大叶 它的寓意很吉祥 另外你这个叶子呢 上面有两只虫子 叫树叶有虫 结音就是 事叶有成 或者叫成就大叶 所以意思是非常吉祥的 然后刚才你讲到 你花八万块买到 其实我个人认为 是偏高的价钱 是偏高的价钱 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 在旅游的时候 还是尽量少买这个贵重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旅游 当然自己要懂得价钱的话可以 这个作者叫汪野亭 它是属于珠山八友之一 这个亭子的话呢 是我们店里的一个属于一个正面之宝吧 叫做青园地方 珠山八友的作品是大家收藏热 价格越来越高 所以房品呢 现在大量出现 这个汪野亭 它叫汪平字业亭 常用的是平山草堂这种款的 下面也有款是平山两个字 他是民国时期啊 最优秀的这个瓷器绘画的这个大师 可以说他在景德镇三十年来 致力于本彩瓷器的绘画 和浅降山水的绘画 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这个瓶子 这个绘画 它是用了油彩和水粉混合在一起 同时加玻璃白 所以他画出来的山水呢 特别有层次 而且画的人物也是非常比例 非常协调 同时他又是一个书画家 所以他书法也非常好 我们看他写的这个中顶文呢 写的也是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瓶子呢 是一个仿玉丛的那种样式的 是一个方瓶 气形规整 而且呢厚薄失重 所以说这件东西根据他的瓷拍的 摆起和绘画 书法来看 应该是汪远平的真诚 谢谢 谢谢老师 2012年今年的六月份开卖 和这个花瓶子一处一样 开了63万2人民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